大家好,我是Coach Fui 今天不是讲教育影片 今天有一个新节目叫灰叉鞋 因为太多网友都问我 蓝球鞋有什么选择 我决定为大家做鞋评 因为现在人老了 以前我不喜欢蓝球鞋 我只喜欢一队打球是好着的 现在老了之后不太打到球 就开始喜欢买球鞋 拿来教球 好,今天我最想试这一对Pilma 很多年前,20年前出过蓝球鞋 到现在20年后重新再出的一对蓝球鞋 Pilma Clive Court 首先,这对鞋我最想试 我晚上10点钟 我搞定闹钟按 立即买 运回来香港 都是刚刚上个星期尾才到的 其实都要三个星期 11日出 立即寄回来 在美国Espace 价钱 $120 $1000 你看到现在NBA 有很多人都穿这一对 例如今年的狀元 Aiton Woodie Gay 或者是Knox 三盒押着这对鞋 颜色方面 它现在只有一只颜色 橙黄色 10月31日 Halloween 它有特别版 黑白色 橙色鞋底 有脚的形状 飘马为何会出蓝球鞋 它为了出蓝球鞋 直接请了Hip Hop天王JC 做他们蓝球部总裁 这对鞋有什么科技 第一 Leadwear 一些Lead的鞋面 第二就是 它会有些鞋带 都是特意设计过的 因为它就是说 做这对鞋出来 是可以打街场 打室内场也可以 它里面有些避震球体 你会可能在鞋 旁边的透明鞋里面 看到一个个一个个洞 这就是特殊的避震系统 球体的避震系统 就叫NRGY 它是一个新的技术 这对鞋拿上手 真心说做工漂亮的 我穿开Like Eddie 我想大家都像 它这对鞋的做工 明显给他们是好的 拿上手的时候 相当失望 很期待 为什么呢 一拿上手的时候 哇 对鞋OK重 是一对Air Force One的感觉 那些朋友问我 对鞋行不行 那我为了鞋平 我今天才穿 所以呢 我全部 在这个礼拜 朋友问我 行不行 我全部都说不行 但是刚刚我试完之后 我有改观 看看怎么试 对鞋 刚刚呢 做了一个突然加速的动作 Cross Step and Go OK 那一下呢 它的稳定性高 就是呢 就是呢 我Cross 这一下爆出去 其实这对鞋是 抓得住你的 不过呢 可能我对墨今天是新的 它在里面的鞋墊位 那里呢 有些少线 差没脱过 整对鞋给我的感觉 稳定的 你说是不是很灵活 向前的力量 我不觉有什么帮到我 但是也没有什么流失 而在一个室内场的地方打 你其实也听到一个声音的 其实这只胶呢 是绝的 因为我刚刚一摸上手 那些胶粒其实相当硬 我打算这对鞋 应该在室内场那里 会比较 可能会滑 但是又不是 一冲下去 是灵活的 也挺好力的 好 OK 试了几十下的 左右腹跳 就是step back 我发觉 对鞋有一件事 我觉得挺好的 之前呢 我穿Kobe AD 这个动作呢 我的脚呢 有一种 冲出去的感觉 就是冲 这个位置呢 这里呢 振不住的 都是冲出去的 他虽然这对呢 是knitwear 即是直出来的 但是他又 相对地的稳定性挺高的 如果相比起 我一开始穿下去的感觉 现在我觉得对鞋呢 绝对不差的 你是不是很灵活 不是 但是他拿到一些东西呢 是你最不想要的 之前有些最不想要的东西 他没有了 例如 我蹲停 鞋冲出去的 你蹲不停的 这些我最讨厌的 尤其当你一个后卫呢 你蹲过去 一蹲停那一下 那些磅呢 太薄了 你的脚冲出去的感觉 他没有 我觉得这个呢 是相当好的 这双鞋呢 如果你是买了这双鞋 你第一手拿上手的感觉 和我肯定一模一样 哇 这双鞋很漂亮 做工很好 成对Air Force One 但一穿下去呢 它没有钝的感觉 尤其刚刚呢 我转身这一下呢 它做得很好的一件事就是 它没有拙住你的感觉 这双鞋做得很好的 有时呢 尤其这个年纪 双迷失 我们转身的时候呢 如果那双鞋太绝呢 绝在地上呢 你会有一种 哇 好怕断脚的 刚刚那双鞋一点都没有 我转到Smooth 都是漂亮 还有有信心 比我感觉稳定 这双鞋真的 我猜不到那双鞋多好 这双鞋 防守部方面呢 对鞋就是 始终 Needwear 它有 少少 少少浪了 就是呢 我想如果 比我再买呢 我买10号半 可能会比较 比较 但一开始穿下去呢 就有机会 是会 窄一点 因为现在热了 对鞋 它都会有少少去位 刚刚做防守部呢 它 又是在 鞋墊的位置 磨擦 有少少松了 那么今天对鞋 应该是 因为是薄物 穿厚物 我想这个问题 都能解决到 但是 防守部方面 它拿得挺好的平衡 一个很中间位 它没有说是很鈍 但也都说真的 并不灵活 多适合 多适合 多适合我们三十多岁的人 我说真的 我对鞋是稳定的 好了 稍后呢 我会穿这对飘马 就试试比赛了 可以试试它的保护性 因为它本身是一物品设计 这个位置我也有点担心 究竟会容易咬柴 尤其当我看NBA的时候 又看到Logs 就是这一对 重咬的 稍后试试 找名博的 OK 好 好了 刚刚打了十分钟 OK 第一样东西 鞋 我想大家要买fit size 假设你是10号半 有时穿like的lip rare 你会穿11号的话 你一定要买回10号半 因为鞋都很快就会松了 即是开了 稳定性方面 我觉得是OK的 重心方面 其实它真的拿得很正宗 我觉得是OK的 而且 你那个避震 你说它很软 你绝对感觉不到 但是你在跳 在防守 在block get rebound 之后 落地那一刻 其实它的避震效果真是不错的 它虽然没有一个很豪华的感觉 很软折子的感觉 但是我真的很认为很适合30岁打后的我 OK 很少会有鞋那么稳定 而且重心也拿得很正宗 我觉得这对鞋如果是我们打射手 刚刚说过射手 大前锋小前锋 OK的 另外就是它本身密统设计 它没有什么 ankle的保护 在脚腕位没有什么保护 这个就解决不了 你都真的当它穿低筒 不过它后端方面 它这双鞋是漂亮的 它包到后端很舒服 所以它相对地 这里有一块胶 都可以支持到你 ankle的位置 咬柴的时候 其实相对地 它也有一个 叫做有支持 但是你说是否很强 绝对不是 所以记住 这双鞋的重点 你十步半脚 你买回十步半 不用买大 买大就出事了 刚刚我做了很多一些 测试 所有刚刚我做的测试 一般我认为 我对蓝球鞋的基本要求 来的 打横 向前 或者spin move 这些 其实都发觉 对鞋 比我想象中好很多 第一 它没有离脚的感觉 除了我可能对物线 和对物线不够厚的关系 它并没有我之前穿 其他like鞋 冲出来的感觉 因为之前的物料 不够强 那个坚硬度不够 所以我常常有冲出来的感觉 但是这双鞋 给我的感觉 它没有冲出来 第二 第一个颜色 很漂亮 不过 是不是很容易脏 不看你怎么穿 如果你穿街场的话 其实它是made for street 哇 made for street 因为你看到鞋子 相对都硬的 都好像挺耐舌 但是 如果你真的made for street 你真的下去铲街场 我想你之后的鞋 我相信骚髒了 都挺不漂亮的 这双鞋 如果1000元的话 值得买的 我觉得这双鞋不差 不过 如果你一个年轻球员 以敏捷度见清 这双鞋未必那么适合你 但如果你一个好像我 30多岁的球员 打的位置 这双鞋未必是以好敏捷见清 或者是用一个射手 一个小前锋 一个大前锋 的话 这双鞋是满足你的 第一 它有一种安全 稳定感 强的 二来 它新的避震系统 说真的一点都不差 其实穿着穿着 这双鞋开始 感觉比zoom air 实在 没有那么薄 而且没有脚痛 没有脚疲 OK 如果这双鞋 另外我认为 不要说给多少分 一千元值不值得买 值得 如果香港定价比一千元 买不买 千 我想 千二元以来我会买 如果它 因为我看到了 现在出的颜色 Halloween特别是黑色 另外就是有 有 我见过NBA穿的有红色 有灰色 有黑色 有白色 灰色 我都会买 这双鞋 真心说 亦都是近期我挺喜欢的一双鞋 不过 真是重的 亦都是重 它可能取代了你少少敏捷 但是 它换来给你一个更安定的感觉 OK 好 今天这双鞋 鞋皮 完 有问题 再问我 未来我会继续试鞋 如果你有鞋想我试的话 告诉我 留言说 OK 好 多谢 今天 完